Hello 各位朋友好 欢迎来到何敬涵说八卦拳 不说八卦 只说拳 今天这一集我们来到了八卦拳系统的另外一套基本拳 叫做八卦炮锤 这一套又叫做八卦拳 这一套八卦炮锤套路六十四四 可以说是八卦拳系统中非常核心的一套拳 各位有看我传在这个社群里面的图 炮锤拳路图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八方 如果说中间有一个小圆圈 各位看到中间一个小圆圈 那个把它当做是一个太极图的中央圆点的部分 然后所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 把它看作是小而无内的那个部分太极的发生点 然后呢外面绕一个小圈 再绕一个中圈 大圈大圈是大圈是最最最最最外面的最外面的这一圈 所以呢连同原始的那一圈呢有四圈的有招式的三三个圈 第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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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第一个圈是两仪的圈 两仪呢在我这个图上面啊是用两个加 用这个加号来标示的就是双锤跟双状掌 当然我这个上面啊因为以前很早做的啊位置不是放的那么准啊 然后呢第二个圈中间的圈呢是四项的位置 四项的位置 四项的位置呢我是用星号来标示的 啊从从上面开始有喜喜雀登之 孤雁出群 金鸡独立 十字锤 然后最外圈就是八卦的啊八卦的招式啊 从坎更正逊 黎坤对钱啊 那么这个是这几个招式呢是他 他各自这个两仪的代表式就是圆圆 圆圆啊 啊 两仪的圆圆就是母就是母 母式 四项 是四项的圆圆 八卦是八卦的圆圆 啊那当然中间啊 纵横联络的 有其他的招式动作啊 而其他的招式动作 也可以归纳进八卦所属啊 他的家家家族里面去啊 好我们先讲 我们先来讲这个代表两仪的 啊 两仪啊 两仪在圈里面在人身上面 呃是 对应于两圣啊 左圣跟右 右圣 左为阳 右为阴 啊 那么两圣的对应招式呢 啊 音 啊 对应于阴 阴移的 阴移的是什么 阴移的是双 双 双状掌 双状掌 对应于阳移的是双锤 啊 双锤 那这个呢 两仪是两圣 所以这个双壮掌跟双锤 它对应的是肾的开合 而不是前面 八卦永远不是在讲前面的手 手的动作 而是你的身上对应的部位 它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两仪 好 那有阴仪 两仪生四象 由阴仪生出来的两个四象 是什么 第一个是从阴仪生出来的凤凰漩涡 这个是四象的阴阴 然后还有一个是 四象的阴阳是什么 是喜鹊灯 喜鹊灯枝 这个 喜鹊灯枝是由阴阴生出来的 阴阳 然后从阳仪呢 阳仪是双锤 阳仪双锤生出来的第一个是阳 阳仪 经济独立 从这个生出来一个经济独立 然后呢 从阳仪呢 生出来一个什么 生出来一个十字锤 十字锤是阳阴 所以从阴仪的双状长生出来两个四象的两个 从阳仪的双锤 伸出来四象的两个属于阳的部分 那四象是什么 四象在身体对应到四肢 也就是说 人的所有的知识变化 都来自于四肢 两手两脚不同的组合 人如果没有四肢 做不出什么知识的变化的 所以四肢是四象 好 那这四象呢 很有趣了 他为什么把这四格来代表四象呢 来代表四肢的组合呢 四肢的组合能够有什么组合 他的基本的组合是什么 一个是上下 两手力量的上下 这个是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这个呢 是上下的阳 上下 是垂直线 垂直线的话 就有一个力是往上 一个力是往下 所以有两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凤凰漩涡 凤凰漩涡这个 然后呢 前后 前后 洗雀灯支 洗雀灯支这个是前后 这个十字锤 也是前后 所以一个是前后 一个直 一个横 然后呢 他这个的对应 四肢的对应 还有什么 同手同脚 跟腻 右手左脚 左手右脚 四肢还有这样子的对应 这样子的变化 所以这个 以重心腿来讲 跟手的关系 重心腿跟手的关系 经济独立 是同手同脚 相对应的 他的另外一边 凤凰漩涡 这个腿是虚的 凤凰漩涡 是左手右脚 相腻的 喜雀灯支 横的 前后的 同手同脚 十字锤 十字锤 以重心腿来 重心腿来讲 是顺的 是同的 喜雀灯支 以重心腿来讲 是 逆的 右手 左腿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四肢 有的变化 跟他们之间 基本的组合 方式 所以这个 是把它作为四项 当然 里面因为 它有 羊羊羊羊 羊羊羊鹰 它里面有 羊羊羊羊鹰 对不起 我看看是不是 十件 好 里面还有 羊羊羊羊羊鹰 鹰鹰 鹰羊羊 这样 这样子的组合 有力量的 力量的 一个组合 所以这个是四项 然后呢 我看看时间 是不是够 好 然后由四项呢 由这个 经济独立 四项升八卦 所以八卦是什么 八卦是四项的 阴阳 阴阳面 所以由经济独立 生出来的是什么 生出来的是心 丹凤桃阳 心的掌 这是 这是羊羊的 这个四项之内 然后是什么 它的外是什么 羊羊的外 狮子掌头 好 鹰鹰呢 鹰鹰 这是鹰鹰 鹰鹰生出来的内 是什么 是 甩手掌 是圣 圣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在八掌群里面 是这个 八母掌 是这个 都是由这个 出来的 那鹰鹰的外 是什么 是负 是这个 所以由这个 生出这个 生出两个 就是 鹰鹰的内跟外 鹰鹰鹰鹰呢 鹰鹰鹰是 喜鹊登枝 嘛 喜鹊登枝 生出来的内 对应于肝 是什么 是 肝是这个 这是在八掌群里面的肝 八母掌里面的肝 是这个 阳阴呢 阳阴是十字锤 十字锤对应出来的是什么 肺 肺 跟他的阳肺是阳阴的内 然后是背 这个是 他有两仪伸出四项 伸出八卦 他各自的母式 原式 是怎么发生的 是怎么出来的 这些 这些在八卦炮锤套路里面 你每一个代表是 在练这套拳的时候 都要走到他的 固定的方位上去 比方讲两仪的阳仪 你走到左下方 阴仪走到右上方 然后四项是四边 然后八卦的 入砍弓的 你就要进砍弓 入离弓的 就要进到离弓 如此 所以 这一套拳 这一套拳 它包含了 包含了八卦拳系统里面 几乎所有的生成 那这里面的 这里面的八卦 对应的动作招式呢 又跟在八掌拳里面不一样了 在这里面的八卦的招式 它是应用的变化 比方讲砍 砍弓 砍弓在八掌拳里面 砍弓在八目掌里面是这个 在八掌拳里面是这个 往后甩 甩手掌 在砍弓 在泡锤里呢 在泡锤里 它变成了 它变成了这个 变成了白虎巨鹿 比方讲 正 正宫 正宫 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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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的 属甘的在八目掌里面 它是这样走 它是这个死 在八掌拳里面 它是 它是变成这个 情龙非生 在泡锤里呢 泡锤里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了孤雁出群 是这个 比方讲 离 离宫 在八目掌里面走 离宫是这个 八掌拳里面呢 是反的 是这个 泡锤里里面呢 离宫进了三次 但是基本上 它的式子是什么 它的式子是 霸王禁酒 这个式子 这个 这个是理工 外形上面 感觉差很大 可是它用的力量 是一样的 所以我常讲 这种式子很多嘛 式子相近 比方讲 我这个如果这样打 我如果这样打 就不是新了 我如果 我如果这样打 这样打 也不是新了 所以霸王禁酒 它是属心 是因为 不是因为 它的招式动作 而是因为 它用的力量 它用的力量 这是属心 属心的 比方讲 属这个队的 肺的 肺的 八目掌里面 是这样走 八目掌里是这样走 八目掌拳里面呢 它是核 是这个 八目掌拳里面呢 八目掌拳里面 变成什么 恶虎倒心 这个 所以它每一个式子 由八目掌的母式下来 八目掌的母式是静态的 到八目掌拳 把八目掌的式子 变成动态的 形态有变化了 到八卦 炮锤里面呢 它变成是应用式 应用式的变化 就比 八目掌拳要大了 所以这整个八卦 炮锤 整个八卦 炮锤 对每一个的 定位 每一个 两一四项八卦的 原式的 定位 跟它的组合方式 是非常困难的 光是这套拳的设计来讲 我就认为是一个非常稀有的 一个智慧的结晶 这是用人体的知识 用人体 来 阐释 两一四项八卦 跟他们相处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书上讲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怎么生 形象上面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形象上面的表达方式 只是文字跟图案 挂图的表达方式 八卦拳 八卦拳是用具体的形象 表达出来 告诉我们 什么叫两一 什么叫四项 什么叫八卦 他们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什么 而为什么是这样深的 他们之间的互动 力量的互动关系 又是什么 所以我 我才说 这个不是一两代人 不是 不是 董海川祖师以降的任何人 能够 能够 创得出来的 这一定是经过 道门 那个背后的知识背景 是非常大的 高智慧的人 才设计的出来 光是这一套拳 能设计出来 就非常的不容易 更不要说 一整个八卦拳的系统了 好 我们今天对八卦泡锤的介绍 就先到这个地方 谢谢